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急診室 我是茵茵 今天邀請到華信投顧秋點台分析師老師好 茵茵你好 全國投票大家好 老師面對台股的籌碼換手行情 投資人要怎麼操作呢 我說過這個叫業內阻力盤 所以一定要換手啊 今天譬如說3630的新巨科今天跌停 他長很多啦 怎麼會這樣 所以長多的他就會 就有資金要出來 因為他長太多嘛 因為我跟你講 紀體作帳有的做完了 他先走 我跟你講今天三月份 三月中旬了 那你紀體作帳 你不要傻了 那個法人還跟你做到最後一天 不會啦 你先長的 他先長就先收手 但是這行情 這一季完還有下一季 那我們先注意這一季的怎麼做 所以到現在為止 我跟大家講說業內阻力盤 因為這個所謂的 這個紀體作帳也不見得是法人 有些業內大咖 一季算一次帳 對不對 那業內大咖他也會這樣子做啊 因為有時候是族群很大在做啊 一季大家就來開始看 今天這個一季賺了多少 不要忘了公司派也會做 對 因為有時候公司派 剛好就搭上第一季的旺季 你看最近那個榮城啊 對 那個外資也做 公司派也做 對不對 大家一起做嘛 因為有行情大家都願意做 我再講一遍 投資朋友 這個叫韓國語效應所帶動的庶民經濟 帶來的業內主力盤 其實說我講了好幾個月了 講好幾個月了 大家都已經聽了 什麼叫業內主力盤 這實際上對業內主力盤 的 懂的人不多啊 我這個禮拜六一場演講 待會你是營運會跟大家講 我們請您看我們的LINE 對 那你就在明天下午的2點 我在台北 你可以來看看什麼叫業內主力盤 但是我必須跟你講 因為我們在財經也是有一系列的關於業內主力盤的教學 我們今天沒有 因為我明天要在會場講 但下個禮拜開始 我們就過多少開始講一些 對 因為我跟你講一件事 這個東西太多了 但是要想辦法融會罐頭 那我一下子把你罐很多進去的話 吸收不了 所以我上一次有沒有跟大家講 上次錄影的時候 跟大家講說 你要看這個叫第一集 有沒有 然後這個叫盤中時間波 你把它做熟悉的 今天為什麼今天盤還是收最高 結果來收最高 為什麼 因為在12點半那附近 還是來到今天高點 他不是也有拉回讓你嚇一跳 對不對 他後來還是收最高 對 這個對你的期貨指數應用就很好 因為你知道你做多單 你期貨大家都做很短 你多單的話 知道說今天要收最高 你最後一顆再賣就好了 這樣對不對 如果你是做相反的空單的話 你知道今天要收最高 那個有拉回去趕快跑一跑 對不對 少輸為贏 個股的話 你想要 那如果今天收最高 想要賭下個禮拜了對不對 你打算賭下個禮拜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你可以尾盤再來買 我拉回就趕快買就 對不對 這就是都大家的這樣意思 好 那今天是說103 10439年限是10452 450或452 差大概十來點 所以我這樣講 禮拜一崩潛開個十幾點 他就過了年限 從沒過了年限 年限都過了 不然你還在想說 要不要空 要不要賣 對不對 不是這個問題 要怎麼買 怎麼賺到錢比較重要 所以今天幾乎是差一點點 就要過年限 好 來看一下圖表 大家就比較清楚 為什麼 建設 來納斯達克 你看納斯達克 昨天稍微拉回 對 昨天利空消息很多 對 什麼這些耐久財 什麼一些訂單 什麼都衰退的 還有這個 當然川席會說 從3月份 不見面 不見面要到4月份 對 我認為那是好事 我認為現在習近平是 因為 因為川普的意思說 我們要留最後幾項重要的 對 3月27號見面的時候 我當場要來 我們再來敲定 是習近平說不行 我們要所有敲定之後 3月見面的時候 見面的時候只能簽約 好不好而已 握個手就好了 對 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因為川普有權力 對不對 講到一段不爽就走人了 習近平說 不要讓這個事情發生 不要讓這個事情發生 我們先講好 當場就簽就好了 所以因為這樣子 再演一個月 把那個細節把它調整好 你不要說到最後見面的時候 你就不爽就離開了 那大家都尷尬 對不對 因為川普有 川金位 川普跟金正恩就這樣子 直接走人 對 直接走人 那這個真的搞什麼呢 對 我們你說金正恩就算了 你川普 我習近平也都是一個大人物 兩個全世界最大的強國 你開玩笑 你可以丟下去跑了嗎 這個說不過去 對 所以延長一個月 這是好事 所以還有的玩 剛好這段時間股東會 所以為什麼有的玩 你看我剛才說 納斯達克兩年前才過高點 根本沒有利空 沒有利空 再看下一個 上陣指數 你看今天又漲上來了 我跟你講 這個營業 你知道嗎 這漲太快了 對啊 上陣表現很好 對 漲太快一定要稍微整理一下 你看這上陣就算了 今年過完年 漲到現在漲了兩成多 對 一個指數漲兩成很嚇人 對啊 你看1萬點 就像我們臺北股市漲兩成 一個半月 一個半月1萬點 變成一萬兩千五百點 你看這嚇死人了 對不對 創業盤指數漲四成五 是 對就1萬點一個半月漲 漲了四千五百點 對 非常堅韌 太堅韌 所以他要稍微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那中共官方也稍微要留意 不要讓股民太熱 所以稍微降溫一下 那表示說多頭是依然持續的 對 剛好資金可以讓他休息了 就流到台灣來 各位觀眾他今年還是漲的 上陣今天盤中又來到3000 三天大關 來看一下 好 深圳層子更強 這是漲三成 上陣這一個半月漲兩成 深圳漲三成 然後創業盤漲四成五 那上陣是大型股 深圳是中型股 小型股就是創業盤 創業盤漲更多 所以你要做小型股這股會對吧 對不對 你才賺的比較多 再來看一下 蘋果你看 蘋果最近漲上來了 因為這個美齡美銀 調高差平等 我們再繼續看 好 你看博通 博通是做什麼的 就是做5G的 不要忘了下禮拜有一個叫美齡論壇 美齡亞太論壇 美齡亞太論壇 講的就是5G 銀端大數據 還有的緊距循環 緊距循環就放在什麼 就放在半導體 叫緊距循環 因為它是電子股的最上游 最上游就是原料 原料就是緊距循環的概念 我們再來看看 這做基地台的 你不要看這個位置 這個是歷史高點的附近 我說基地台的 美國 這美國的 我們再來看看 好 京東方 京東方你說他最近有拉偉 沒錯 他京東方是做OLED的 LCD的 他這個LCD這個面板的出貨量 已經超過了全世界第一大獎勢LG的 是 已經超過他了 你看這台多久長到 這個長八成 1月份到現在 那個F1V11有沒有 那個叫Favorite 就是二月的意思 你看二月長到現在 才多久也長了八成了 你看前面好像都沒有動 我跟你講他5年前就在這個位置了 都沒有動 都沒有動 再來看 東方通信 這長這麼多 這長了一兩倍了 他提前就先動1月份 12月份1月份就開始 過年前就開始動了 這個叫做5G通訊 看他通訊知道是5G的 來再來看看 好年貌 現在注意到 你要注意法人做這樣行情 一定要什麼 基本面 這個公佈年報 因為最近這幾天就開始公佈年報 最後10個了 這個去年賺了5塊3 5塊3 那前年賺4塊1 所以法律看好他 也要大成長 直接拉上去 好這個做PCB的 所以我一直想要PCB是很重要的 PCB叫做電子之母 對 銅那個銅 銅鑼基板 對對對 可是另外的銅 所以銅漲價對他還是利多 另外一個銅 銅鑼基板 當然那個銅原物料有沒有 他叫做工業之母 是 這叫PCB 叫電子之母 都很重要 都很重要 對好 這幾次來他們才會長上 雙鴻 大家看壞他 我認為他快要動了 這叫散熱 我說過PCB跟散熱 台灣獨霸全球 蘇宇再講一遍 PCB跟散熱的話 在5G的地位 台灣獨霸全球 好好把握 對好把握 我們再看一下下一檔 神盾 你看 這就是因為蘋果長上來的 蘋果獨家獨門的 那個底下指紋辨識的 好 也漲上去的 你看突破平台 對 突破平台就是進攻再攻一波 再看一下下一檔 銘基財 這一檔最重要 因為他代表主力業內 因為有量有價 對 像陳美財一樣 每天都幾萬張幾萬家 你知道有什麼大 外資法人很少 買的很少啊 一定是大咖在做的 所以業內主力有大咖在做 你就知道這個奠定這個方向了 好 我們再看下一檔 美食也是一樣 今天還創新高 美食也是業內主力在做的 所以美食能夠一直過高點的話 就代表生技股有機會 這樣對不對 那生技股 也是櫃台重要的指數成分 所以櫃台不會掉下來 整個OTC的個股就會輪流上去 不用怕 因為他指數沒有掉下來 你不用擔心指數 再來看 國劇今天公布財報非常好 對不對 可是為什麼股價不怎麼樣 對啊 為什麼 因為 因為他 我們講他一整年賺很多了 他第四季 去年第四季衰退七成 對 股價看的是什麼 未來 所以大家認為他沒有好 所以這個還是有問題的 更何況春田 什麼的那些有沒有 這個在國際股市那些 財務比他財報比他更好 那六七 六九七六 那個太陽油店財報比他更好 不是接下來 可見這個大家都未來是有疑慮的 那不管怎麼樣 反正這個業內主力牌 下個禮拜一你注意看 他直接跳空上去的話 價錢指數就過了年限 我們準備拉回去去找買點 那你要留意哦 這個禮拜六明天下午兩點 我在台北有一場中央演講 請你要參加我的什麼 演講 對要參加我的LINE 對 參加我的LINE 那就是很重要 所以說今天這個 你剛我講話很急迫 就是我很興奮 我們就是要讓投資者賺到大錢 今天跟大家分析到這裡 是 謝謝老師的分析 更多盤中消息以及選股策略 歡迎加入老師LINE 那財經急診室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